读经 听教 是帮助开悟 帮助放下的 最好的方法 我要不是在这么多年当中 天天读经 天天放下 哪里会有成就 大方向就大成就 小方向就小成就 彻底放下了 那就成佛了 我还没有到彻底放下 所以我常常跟同学说 我不是上上根人 在佛门里面讲 我是个中等根性的人 走的是建修的道路 不是顿我 建修 但是这个建修的累积 累积了五十多年 那么现在 无论再放下 再看破 在速度上 比过去 快的多了 像几核几树一样 师父前三十年 好像是加减法 很慢 三十年之后 我最近就像惩罚一样 被被往上提升 越来越欢喜 三十年前 帮助别人 没有十分的把握 那么现在帮助别人 越来越有信心 原因是 今天有进步 不能一天不许 非 不对 我不愿意出门 为什么 一出门 我这一天的休息 就要到这口 而跟大家在一起学习 那就得停止 这是我很不愿意做的 所以我离开讲习 一天两天 都是很不得意 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么一般人对我的邀请 我都写决 如果要接受的话 我的休息一定不打断 认识人多 我都写写 不是写写 我 会儿写 写写